天平红台来是没有做生严重灾情 但是在红台天空来发生一间交通议员 这是一台载着30名台六路客的油缆车 在24号的布 是轮到高度只有三美丸的同意市 设限路旗车地下的 在油缆车的车顶 整个是被轮开 车顶的油客也都受伤 同意市 小红救火单位是载力禁止救火 众民众善意在了 我知道这浪到的地方是在车顶 现在上车大部分都已经没带来 到后面 这个地方吗 来 妹妹来 好 家里自乡就救火灵丸 在车好专事现状 求求求你客 你带过来 现在路前车上 所以目前车上还有两位收困 目前生命真相还算算稳定 他们怎么收困 是队形吗 你怎么开地 正常走 目前是卡在车位上 那现在是无法动弹 那现在做警戒固定了 然后我请到生命真相 车好专事现状是在 嘉义市小线路去车堂上 乡车油缆车管道有三美丸 你带下去车 管道只有三美丸 油缆车没洗力都在车堂 这台油缆车伴的车顶也都迫去 车顶的领导就冲击也分辨受伤 走在外面 有惊喜安全离开的 理客表示 他们是工集团来台理由 刚刚用完中套等 买入一山区来理由 没想到这离开 没几分钟就发生车好 家义市小线路第二桌 是一个快万车分离的第二桌 快车堂在中 设定的关道是四米六 你 乡平 旗车堂专用第二桌 含乡市的车堂 关道只有三米 油缆车家书表示 他是因为破坏路正回小线路的时候 没注意到第一个车堂是旗车堂 第二个车堂这是快车堂 尚乡的理客 尚到家义国大便宜禁忌治疗 大部分是庆祥无带来 有三个人住在他观察 世新新闻出品同家义市 蔡宏布图